你是月光族吗?你是否认为钱只有花掉了,才是自己的?一旦拥有了财富,你将如何使用它?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?其实,钱财积累得越多,人的执着和妄念就会越多。 如何正确使用自己的财富呢?那就得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财富。首先,福德是你的财富,其次心,戒,惨,愧,温,舍,惠,这七种财富,是真正解决人生问题的财富。 有一次,一味容貌,形色绝妙的天界众生,道奇术给孤独愿问佛陀说,什么东西火烧不掉?风吹不散,即使大地全毁了,也不会流散。 连专门抢夺别人财物的恶王与盗贼,也抢不走,哪种宝藏始终不会亡施?佛陀回答说,福分师火烧不掉,风也吹不散,恶王与盗贼。 任他抢也抢不动,即使大地全毁了,也不会流散。 福分乐报宝藏,始终不会亡施有一次。 佛陀到乔萨罗国的首都设位成油画,住在城南郊外的奇术给孤独愿。 一天近午时分,乔萨罗国波斯逆王来见佛陀。 佛陀招呼他说,大王,都中午了,您从哪里蒙完过来的? 世尊,今天摄位成有一位名叫摩河南的大财主去世了,他的财产没有儿子可以继承。 我就是去接收他的财产,刚忙完过来的。 世尊,您可知道他有多少财产吗? 光黄金就有八百万,白银更是不计其数。 可是,世尊,您知道吗? 这么富有的大财主,吃得尽是发酸的杂米粥,穿的只是三片粗麻布缝成的衣服。 乘坐的是一辆老旧破车,车子的遮阳散盖,还是树枝,树叶达成的。 不曾听说他会不失给沙门、婆罗门,也不见他帮助过贫穷、疾难的人,每次吃东西时,一定关起门来,不让那些人看到。 大王,这样的人,不是堂堂正正的人,不论他多富有,充其量也只是个卑贱的穷人罢了。 有财富而自己不用,也不供给家人使用,不用来体恤不义,结交朋友,也不用来供养沙门,婆罗门,以广直让自己升天的福田,不做这样正当的花用。 财富也无法一直留在身边,不是遭国王没收,就是落入盗贼之手,或者毁于火灾,洪水,再不,就是被自己不喜欢的继承者接受。 大王,财富不做正当的分配运用,就等于是没有用的东西一样,就像在一个无人能道之处,有一池干美甜尽的水,但没有人能够享用,最后,渐渐干涸消尽,又有何用? 所以,大王,应当善用自己的财富,让自己,家人,仆役,好友能够受用而喜乐,并且不是供养沙门,婆罗门,广直自己升天的福田,这样,才能使财富成为有用的东西。 而不至于到最后变的一场空,浪费了有用的财富,有一次,一位名叫郁佳的大臣,来见佛陀,告诉佛陀说,真稀有啊。 大德,此地的财重,弥加罗,真是富有啊。 郁佳,弥加罗长者怎么个富有法? 大德,他拥有商议的黄金,白银就更不计其数了,郁佳,这些黄金,白银,算得上完全是他实在的财富吗? 我不是说这些不是财富。 但是,郁佳,你所说的这些财富,是火、水、黄、贼、怨敌、继承者所共有的啊。 郁佳,只有信财、借财、残财、亏财、文财、社财、惠财等七种财富,不会与火、水、黄、贼、怨敌、继承者所共有。